早上好呀 家人们 感觉最近自己的化妆技术这么一丢丢的小提高 因为想说顺着暑假还可以多练练手 然后今天外的妆呢是那种比较自信的女主的妆容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有蛮多场合是适用的 比如说你去面试啊 或是见一个新的朋友啊 见一个新的客户啊等等的 都能展现出自己的这种气场 那我就开始献丑啦 首先是一个多年回购无数次的防晒隔离 平常淡妆涂它一个就够了 连粉底都省了 底妆用同品牌的因为相辅相成效果更好 这个香奈儿金砖粉底液超级滋润细腻 用了两天马上安利给我的朋友们 还有养肤成分在里面 上脸是断光妆面 光泽感恰到好处 抹身好皮的感觉 同时遮瑕力也做到了中等 副从的刷子上妆很好用 均匀服贴 我这种化妆小白都可以轻松驾驭 这种职场气质妆容 底妆干净高级很重要 那种卡粉厚重的妆容 在初次见面的时候真的很拉垮 这下选一个稍微深一点的 用拍打的方式 这样可以遮得更加无痕 我个人很喜欢雅致妆感 很高级 而且可以更加好的隐藏毛孔 一定要选择透明的碎粉 这样子底妆才能保持清透 眉毛不需要风格化 就是按照自己本身的毛流勾勒出线条 用眉粉和斜角刷分段上色 眉尾较深眉头较浅 这样子看上去更加自然 今天的眼妆打造的妆效是非常自然高雅的 光影感 先用裸粉色铺满眼窝 然后用一颗烟熏玫瑰色 加深上眼皮眼尾和下眼眶后半段 形成很自然的阴影 然后用香奈儿的液体眼影 这是一个很清透的珠光色 点在下眼线眼球下部分和上眼皮的中间 这样子眼睛真的闪闪发亮 这个液体眼影简直是个黑马 非常推荐 眼线不用太强调 毕竟职场不是名利场 微微拉出就可以了 然后夹个睫毛 刷个睫毛打底膏就行了 修容主要修饰鼻子 因为我的化妆原则是直华必要步骤 但是鼻子被修饰过后会更加精神 腮后用一个淡淡的奶性色 带出点气色就可以了 不用太重 自从发现香奈儿精砖粉的液很好用之后 我又重新掉入了香奈儿的彩妆坑 入了他们家四支新出的魅力吸管系列 这也是香奈儿首款精油养成唇膏 所以会更加滋润丝滑浓郁 它添加了珍贵的白眉精脆 提升唇部锁水力 滋润感恰到好处 大家可以看这个光泽感是娟丝般的 我自己特别喜欢这种不照样的高级感 而且续航能力也很好 着色力的滋润度都很强 带妆一整天整个嘴唇还是很舒服的 它的身材也很小巧 是这种按压设计的很便捷 而且我比较喜欢它是替换心设计 色号在替换心里面可以找到 用完可以直接换心 这样子外壳可以重复利用更加环保 这个系列的唇膏着色力都很好 显色浓郁 基本上涂一层就可以满足日常的需求了 814像是什么一套混合稀有的感觉 自然元气的浅浇糖米色 整体非常清透 嫩嫩的适合春夏 但是生存可能需要紧渗入 818是玫瑰豆沙暖粉色 很显摆很温柔 薄涂真的好美 红多出气质也很好 862是氛围感拉满的浅陶土色 很复古的腔调 而且黄皮又好 864属于宝石红桃土色 带有一点点棕调 但是对于黄皮而言 比传统正红色更好驾驭 就是正式场合用超级显气场 四肢我都很喜欢 但今天的职场女主妆容 我觉得跟864更加搭配 她薄涂厚涂给人感觉不太一样 可以白天夜晚自由切换风格 今天的妆面淡定从容大方 非常适合面试会谈和日常通勤 而且整体步骤也特别简单 早上很快就可以搞定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